庞大的海中巨轮却被小小海生物困扰 发明人对顽固的海粒子想出了清除妙招 敬请收看外发明海中洗船记 网乡 码头 船只各个长满了海洋生物 人机大战深入水下即刻进行 请继续收看外发明海中洗船记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丁熙 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孟华老师 彭老师您好 彭老师今天要请教您啊 前两天我去海边 我看到这个海边的礁石上啊 都有很多小贝壳粘在上面 而且我就发现这个海浪其实冲击是很大的 但是这些小贝壳纹丝不动啊 你别说这个礁石上你就看那个船底下 一般人我们看不到如果你去看的话 那个运动的轮船下边都是附满了各种生物的 因为这些个海洋动物呢 它都能够分泌出一种有机物 这种有机物呢它是一种氨基酸 就跟礁一样附着能力特别强 这个像礁石啊什么的 这些个附着上呢那就附着了 但是如果船要附着上 这个对航行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那么究竟这些贝壳怎么能够把它清除掉呢 咱们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走在海边 我们常常看到在沿海的礁石或堤坝上 长着密密麻麻的海洋生物 这些生物主要是藤壶 海粒子 藻类 以及其他有壳生物 它们的生存能力很强 能够长期附着在礁石表面 形成厚厚的一层 用工具也不易清除 只要是长期浸泡在海水中的物体 都会被这些生物所覆盖 出海的船只也不例外 师傅您好 您好 您好 那个能打扰您一下吗 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想问一下你们现在这是在干嘛呢 在清理船 在维修一下 他们维修是吧 维修清洁是吧 这都是长什么呀 师傅您这边先停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些就是马牙子 马牙子 土化马牙子 就是这些 对对对 一个小疙瘩 一个小疙瘩 对对对 马牙子 是马牙子 替糊 然后还有海藻 这是海藻 对对对 这也是海藻 还有这些 海红 这个海红 对 这个等于是一种被盒 对对对 现在这个季节多的话 这种海红长得会长得非常多 我看你们就直接拿着铲子 就能刮下来 对 现在它都死了嘛 所以刚上来的时候 活的时候 活的时候呢 不好清理 它的吸附力特别强 有时候你一强的时候 抢一半下来 有一半就 还得负责到在铲子上 试一下吧 你们船的刮是什么样 就拿这种 普通的这种金属铲子 直接往上刮就行了 对对对 直接往下刮就行了 看起来就是一层 我刮这位置 这就跟那个铲墙皮似的吧 感觉 对 差不多就是这种概念 对 这样 稍微吃点劲 哎呦 这个比较硬 这块是 这应该是一个海红的吗 这是海栗子 海栗子 对 海栗子长得就比较结实一点 对对对 海栗子比较大 腾壶的话 就感觉一产就下来了 哎 因为这个腾壶是都变干了 是吧 对对对 腾子现在已经瘦了 对 咱们在鸡已经出了 然后下面捕捉力也非常瘦 在这 这产一块 这就是海栗子 是吧 这海栗子有硬点 对 然后我产了 好像把这个 油漆 油漆是吧 油漆都产来了 等于它是跟这个油漆 粘得特别紧 对 它吸附力 吸附力 清洁船体 是养护船只的必要程序之一 但是 这却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目前 还是采取 以刮擦为主的清洁方式 通常的做法 是把要维护的船只拉上岸 进入船雾或船场 把船身晒干之后 用铲子和水枪进行清洁 清除晒干的海洋附着物 不算困难 但是 要想把以吨为单位的船舶 拉上岸 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如果是一艘巨型的游轮 商务更是一件大工程 耗费的成本 非常高 而就比较温暖的南海海域来说 最好能够每两个月 清洁一次船体 超过这个时间 船身上的海洋生物 就会对船速 产生很大影响 看来清洁船体 真的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 就没有什么不用上岸的法子吗 记者经过一番查找 发现 青岛有一个研发团队 正在做相关的研究 发明人 秦翔鹏 发明团队 发明项目 空化涉流 水架清洁设备 秦翔鹏 今年刚满三十岁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 他却有过五年的出海经历 他毕业于大连海市大学 航海技术专业 曾经作为驾驶员 环衡穿过三大洋 到达过十几个国家 在航海过程中 一件小事 引起了秦翔鹏的注意 那就是船身上附着的海生物 经过计算 他发现 每走一千海里 这些海生物引起的油费消耗 能够达到几千 甚至上万元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结束了航海生涯 他决定 把清除船体海生物 当做自己新的人生目标 通过网络 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他们成立了一个研发团队 想要改变传统的商务清洁的模式 让船只能够随时在水中得到清洁 记者一路探讨 来到了研发团队工作的地方 想要对这个新发明 一探究竟 这边是研发的地方 对 这就是我们做的第一把空化石榴枪 就是这个 对 你看一下 这个也不是太大 这个手持的一个工具 比较就是轻便型的 它看起来跟咱们平常建造的一个水枪 是不是有点像 外形的话是比较像的 但是它实际的一个工作方式 一个功能的话 差距性比较大的 是吧 然后拿起来的话 就感觉就是搬动这个开关是吧 是是是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一个出水的一个设计 它主要就是我们这个位置的话 是要连接高碍胶管的 连接高碍胶管之后 水从这地方出来 然后经过喷水 打出了一个石榴 等于我们这个发生项目 是用水流来清洗 对对对 我们清洗接着的话 是淡水也可以 含水也可以 那不是跟那个水箱就差不多了吗 不一样的 因为是我们这个设计的话 比较特殊一点就是 空化石榴嘛 它就是一种自然的 在石榴中产生空化泡 的一个连续射流 虽然外观与水枪相似 但是这把清洁枪射出的水流 却不是普通的水流 具有一定速度的水流 通过枪拖处的进口 进入枪体 接着到达喷水处 经过专门设计的喷水 空间狭窄 本来快速流动的水 一下子挤在一起 水流速度的瞬间增大 这样就改变了附近的气压 于是就产生了无数的小气泡 这就是物理学上的空化原理 不要小看这些细小的气泡 就是依靠它们完成清除海生物的任务的 陈老师听这个名字感觉像在看科幻片一样 空化射流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呢 这个很专业啊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它就是想办法把液体里边的气体给它吸出来 形成气泡 让气泡爆炸产生很大的力 去把这些海洋生物的附着物给它清除掉 我们在这先看一个实验 你看这是一杯烧开的水 你看到从这个水底有气泡望上来 是的 你仔细看一看这个气泡是在底下是比较小的 越往上越大 最后到液面爆开 对 这个其实就是应该说是一个空化现象 咱们再看一个小实验 好 在这我拿来了这么一块板子 上边就有一些粉 就是我们用的肺子粉 如果你用气筒去给这气球打气 你看这个肺子粉瞬间就弹开了 它弹到我身上来 所以可以说这个空气在爆炸过程当中 你瞧这边都是 它有很大的威力 这样就能够把那些个船底的附着物 那些个生物体给它清除掉了 好我们一起去看看发明者的这台机器究竟管不管用呢 你们这个清晨设备到底管不管用 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请传播行业人来看一看 毕竟他们才是这个设备的使用者 对吧 那您看咱们附近有没有传东 咱们去约一个传东请他来看一下 行 好咱们找个传东来看看 好 经过记者介绍 秦香鹏找到了附近码头的传东谢师傅 听说有这么一个新奇的清洁设备 谢师傅非常感兴趣 但同时也有结伴亲伴仪 为了证明自己的发明 秦香鹏邀请谢师傅到工作室来亲自看看 了解空化清洁枪的威力 你刚刚这样说我也不知道到底效果是怎么样 你能给我演示一下 看看这到底它那个清洗的效果是怎么样 没关系 秦香鹏搬出了一个大水箱 连接上水管开始向里面灌水 他打算利用水箱里的环境展示空化涉流的性能 同时他也就地准备了一个喷射的靶子 请勾待会咱们就要清理这块礁石了是吧 对对对 这个就是你们从海岸上捡过来的礁石 对我说海岸捡 今天早上专门捡过来 专门捡过来 上面长的就是海粒子 对这就是我们清理的目标 哎呦 我这样从两个来推都推不动 对对 完全长死了这个 对 这种海粒子只能用墙子把它抢上来 需要拿那个铲的工具是吧 对 稍微铲量铲下来 按照我的经验 这种高压水箱的话 这个东西都打不掉 这东西非常结实的 非常结实 面对谢师傅的质疑 秦香鹏却看起来自信满满 他对自己团队的发明非常信任 工作人员 把三块长满海粒子的胶石 放进水箱里 作为这次清洗的目标 机器发出震耳的轰鸣声 喷头射出了白色的分化射流 冲击在胶石表面 这股射流并不是直接垂直于胶石面的 而是尽量从海粒子一侧的角度打下去 这样会让气泡更容易进入海粒子的根部 气泡破坏的生物碎线在水中飞扬 几分钟的功夫 水质就浑浊不堪 什么也看不见 这就对秦香鹏的操作造成了困难 水中的胶石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他只能利用感觉忙操作 好 咱们来看一下这位清洁的效果怎么样 没事 您看 刚刚打的是哪个面 是这个面 主要是这个面 这两个面是刚才外露在上面的面 是吧 我觉得这还是不错 还不错 这方面整个这一个面 这大部分我都非常接受 很满意 像这一点它有可能是没打到 然后这面也挺干净的 这个是侧面 这种粗窗面它能打掉的话 应该是不错 对 因为它这个面本身就凹凸不平 对对对 如果用手工的话 非常困难 根本就打不干 因为这个海里的 它就是扒到这个缝里的 虽然看到了清洗礁石的过程 但是谢师傅却依然面带犹豫 他觉得水箱跟大海是不能相比的 秦湘鹏的操作过程也不是标准的水下程序 他还是希望能够实地检测一下 经过商量 秦湘鹏决定再来一次清洗网乡的比赛 用海中的实地验证来证明发明的价值 在靠岸的海湾里 是渔民们养殖网乡的场所 大大小小的网乡里 养殖着扇贝 螃蟹 鱼 海参等等各种海产 但是 网乡长期浸泡在大海中 表面的网上也会生长藤壶 海粒子和海藻 如果海参物长得过于厚重 堵住网眼 就会干扰海水的流动和过滤 对海产的正常生长造成不利 我们这一回就来一个清洗网乡的比赛 让秦湘鹏的发明 跟传统的人工队伍比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达到人工的清洁效果 这一次选择的清洗目标是大型网乡 这个位于海洋牧场里的圆形网乡 长6米 直径13米 里面饲养了2万多条海鱼 平时清洗起来非常麻烦 而且已经有三四个月没有清洗过了 人工队和机器队要怎么对付 这个庞然大物呢 好 我们现在就来进行一个清洗网乡的比赛 一边是机器队 一边是人工队 我们各队各起一个网乡 看看哪边用的时间短 那秦宫您这边待会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清洗呢 针对这个网乡来看一下网乡比较大嘛 如果实在够不到的话 我的潜水员在下去 在水里在操作 那薛师傅您待会您这边要怎么来清洗网乡呢 我们平时我们用吊晒 或者吊到马桶上来晒干了以后 用那个天跳 还需要晾晒是吧 晾晒 用天跳拍打 那今天还需要晾晒吗 以前我们上几天已经晒干了吧 已经晒好了是吧 现在这里各级间直接拍打就行了 直接拍打就行了 咱就试试看吧 看这个比赛结果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吧 咱们准备开始 人工队的四位师傅 首先把堆成一团的网乡展开 虽然网乡是用绳子编制而成 但是整个面积巨大 重量达到了250公斤 一个人是无法拉动的 要依靠四个人的力量才行 攀开的网乡面积 也有20平方米左右 师傅们不浪费一点时间 拿出清洁工具 动作前熟地拍打起来 我看你们这个清网的动作挺快的 还快 你们这个是什么工具 我们用的是钢丝 钢丝是吧 钢丝挖一股圈 就是一个自制的简易的清网工具 平常都是靠这个来清吗 平常我们都靠这个 都靠这个来清 这个就是拍一下就能够拍起来了 对 塞干的时候 一切下去 全都一切下去 我就干就了 就干净了 拍的时候需要什么技巧吗 没什么技巧 没什么技巧 您再拍两家看看 就这样 就是这样 干的时候一瞧就掉了 一瞧就掉了 正常的清网流程 是要把网晒干 上面的生物都会完全脱水 变得酥脆 在这样的状态下 只需轻轻拍打就会掉落 就跟之前岸上洗船的道理一样 但是由于最近海边潮气比较大 网箱没有完全晾晒好 这就给师傅的工作增大了难度 海生物还保持着粘粘的状态 并不好清理 这就让机器队占有了更多的优势 怎么样现在看水压的情况 还可以 还可以 其实还可以 还可以是吗 对对对 现在它到什么位置了 这应该有多深吗 这样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它那个是往上冒泡 看到没有 看那个位置 对对对对 但是它这个浅的有多深呢 现在是在一两米处吗 还是多深 大概在三米左右 三米左右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它面对的那个网箱 网箱的那个那片面 对对对对 它是一个正式的角度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 这个是枪吗 这是枪杆 这是枪杆 这边是网箱 水压的情况还是太浑浊 太浑浊 对 就它自己可能看得清 潜水员在水中是漂浮状 再加上四周的水压 就会行动变慢 力量变小 潜水员一共需要游动两圈 才能完成整个网箱的清理 秦祥彭知道 水下工作的难度 所以不做任何指令 而是一直密切观察 随时准备给潜水员提供帮助 从屏幕上观察 水下作业一切都很顺利 一般的藤湖 只要射流扫过去 就能清掉 而海红则长得比较牢固 需要打两次才能打掉 最不容易对付的 就是长长的海藻 它们随着水流来回飘动 容易干扰潜水员世界 必须找到它们的根基 才能一次性打掉 时间很快过去了半个小时 机器队这边气氛紧绷 而人工队的劳动场面 却是热火朝天 师傅 现在时间都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 您这边网清理的怎么样 基本上快了 在有屋里有饭楼 都快结束了 都快结束了 在您这边凑得太麻利了 咱们不是示范房 不是示范房 那你们把这个网清干净的标准是什么 怎么判断它是干净的 标准就是没有开菜了 没有干了就行了 没有干了没有海菜 就纯着一张网 对 那你现在这块 也是没有您刚说的两个东西 但是看起来还是灰灰毛毛的 这个地方它这个网已经旧了 这里磨磨 这不是海菜 这里就网的磨磨 这是网的毛 这个网有点旧了 等于它是网的本身 并不是脏东西了 不是脏东西了 等于现在咱们这个网 大面积都已经清到这种 这就干了 比赛前 师傅预计要一个多小时 但是没想到这次清洁的网箱并不算很脏 只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师傅们的工作就快结束了 面对着经验丰富的人工队对手 机器队这次可就显得落后了 秦工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32分钟了 你这边情况经常怎么样 现在还算顺利了 还可以是吗 对 现在这个机器方面 没有出现什么故障 没有任何机械故障 机械还是正常运行的 那清洗了多少面积了 快一半了 快一半了 30分钟快一半 那清洁完剩下的也是30分钟 一个小时能完成 打不打了 不太确定 不确定 为什么不确定 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我的香水的体力 慢慢可能就在逐渐的下降 它那个动作呀 包括它这个动作幅度 肯定会变小 速度肯定会变慢 正当机器队进度放缓的时候 人工队已经完成了 他们的清洁任务 这清完了 师傅您这清完了 清完了 我看一下您这边时间 你们这边只用了45分钟 就把网清完了 是 经过清扫 清下来的海生物 也堆起了两小堆 这也就意味着 机器队已经输了 但是 秦香蓬他们 依然坚持 把网香洗完 又过了半个小时 水下作业 终于完成了 我们现在 就把两边的网 都放在一起 看看两边的 清洁效果如何 人工队这边 看这个网香的绳子什么的 都还看得挺清楚 是吧 这个洗的效果 应该算是不错 精度挺高的 其实 等于现在上面 用手刮一刮的话 应该刮不下啥东西了 这个上面等于附着的东西 都已经被拍起来了 是吧 看来人工队的网香清洁 达到了标准 那么机器队这边 又是什么效果呢 我觉得乍一看上去 您这边网香更干净 对对对 因为 这个颜色特别一致 咱个网是个新鸡 所以说 咱也干净是那个事 机器队压力打 清晰的也比较干净 经过仔细检查 空化射流清洁过的地方 就好像用清洁剂冲过的一样 非常干净 网绳原本的深黑色 都显露了出来 的确比人工队效果更好 机器队你这边 清洁效果也不错 但是从整体的时间上来看的话 您的时间是大大超过了人工队 所以说这个比赛 您还是输了 对 其实可能 算输了 是吧 算输了 那 因为可能说是您看到了 我觉得清晰这个网香管太大了 对这个应该是有两百瓶左右 对 这少许两百瓶 然后我的湿流枪的话 你看看打出来的话 只是一条水柱 我如果说像洗的这么干液的话 我就说很仔细 所以就花费时间很多了 是吧 所以我就不想出来看 不想出来看 你这样 你去往香连人工 都比过过 起床肯定不想 是 可能说是我现在 你一开始说的这个 很好 但是你这个 你改进 你改进 我看你这个改进 从这个清洗这个速度 以后改进来 增大的这个清洗速度 庞大的海中巨轮 却被小小海生物困扰 英人对顽固的海粒子 讲出了清除妙招 请继续收看 外发明 海中洗船记 比赛的结果 让发明团队备受打击 他们回到工作室 就像之前承诺的那样 苦思冥想 反复讨论 想要找到提高效率的方法 经过不断的设计和推翻 最终工作人员想到了 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他们改造出了第二代清洁装备 秦湘鹏非常兴奋 立刻邀请记者 来参观他的最新发明 我们新设计的这一套空化石流清洗盘 这次咱们改进的重点就是在这个盘上面 对增大它这个清洗面积 增大清洗面积 对 它是怎么增大清洗面积的 现在你看一下 咱们现在这个清洗盘的话 它是一个旋转机构 里面可以转动 对对对 稍微正常开始运行之后 这个清洗盘是高速旋转的 高速旋转之后 它是形成了一个清洗面 这样过去 它转起来的话 如果是脏东西的话 这样过去的话 就是一个面出来了 用清洗枪的时候 清洗半径的话 可能说是也就是一公分 这么宽一公分左右 过去一趟 但是咱们现在用清洗盘的话 过去就是这么大一个面积 大概在15公分左右 起码提高了15倍 对对少就少15倍 清洁盘里面的两个喷嘴 并不是水平向外的 而是设计出一个朝上的角度 利用这个角度 就可以把水流的反作用力 变成旋转的动力 让安装两个喷嘴的连杆 360度的旋转起来 两股射流 也就可以一次清洗出 清洁盘大小的面积了 秦强鹏觉得 这一次的发明很成功 他决定再去找一次谢师傅 让他见识一下 自己的清洁盘 哎 谢师傅 你忙了呢 我又是你啊 对对对 上次的话咱们那个 我给你展示那个 清洗往香 确实可能准备不足 然后让你这边 可能说是 是有点失望 然后这次的话 我回去之后 做了很大的改动了 已经这次 这次吧 我改了一个空滑石油盘 是圆盘型的 这个效率增加了很多了 已经 我感觉你这个 确实不适合 洗我的车 我这个 这次已经确实 做了很大的改动了 绝对就是说 绝对能让你满意 很耽误时间 我的工作 不是很多 这样的事情是 我到时候 我把设备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 我在现场给你看 展示一下 然后可能就不会 耽误你很长时间了 这一小会就够了 你看怎么样 那谁呢 因为你过来试试 谢谢 我就把设备拉过来 给你展示一下 秦强鹏这一次 打算清洗的目标 是小港码头的堤坝 这些堤坝 是由大块的石块 修筑而成 表面相对比较平整 他觉得 用清洁盘在上面工作 基本上问题不大 而堤坝表面 长得最多的 就是最难清洗的海粒子 这些海粒子 从来没有被人清除过 只有船只的缆绳 偶尔会刮掉一心 所谓验证的目标 再合适不过 清晨七点钟 研发团队就拉着设备 来到了小港码头 他们一个个看起来 充满干劲 对于今天的比赛 是势在必得 好 咱们现在就来进行 清洁码头的比赛了 然后每一队清洁的面积 是长是十一米 然后深是三米的 这样一片石壁 待会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清洁 待会的话 我会让我的一米千十元来操作的 一个人够吗 够了 足够 因为我这个清洗盘吧 我选了一个 清洗半径更大的一个清洗盘 直径的话 大概在半米左右 半米左右 对 我这样的话 清洗一趟过去的话 就是半米 这样的话 你要是三米深的话 我只需要来回六趟 六趟就够了 是吧 对 谢师傅您这边呢 您待会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清理 还是按照就是比较传统 人工清洗方式 传统是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人工用铲子 来铲子 你就说铲子铲子底下 比较方便 对 对 这个用速度快 等于你 你一直都用这种方式 那咱们现在开始 好 人工队找来的是两位经常帮谢师傅洗船的潜水员 他们动作麻利 接到任务就一向跳入水中 而机器队的潜水员采用更专业的设备 检查无误后 也纵身跳入海中 潜水员的工作 引来了附近的居民 大家都想看看 这究竟是在做什么 这就是在做什么 谢谢师傅 怎么样你这边情况 我看现在时间已经过去14分钟了 你这边千人员下雨之后 情况还正常吗 速度比较慢 我看是这个东西不太好清理 人员很手 基本上没有刮过这个 从码头上刮码头的 咱们以前从来不刮这个 对 我都是清理船底 因为船底下是油漆的 对 它有放屋漆 然后海底的掌上上面 是个光滑面 它掌上上面 它就比较好清理 但是这种 这是石头 成长的石头上 可以长的那个粗糙面 可以长得特别的那什么 长得特别的结实 对 所以我的潜水员 我看了它就是 把顶部都缠掉了 那留的那些白的 都是它的根部 人工队对于刮堤坝上的海粒子 估计的过于乐观 清除工作 只能达到八九成的干净程度 那么机器队这边 会不会比较好呢 你这边什么情况啊 我现在一探了探水员 它老是这个 都长得太厚了 太粗糙了 我这个盘根本吸不上去 吸不上去 那能发挥效果吗 很差很差的效果 就不能完全发挥 它这个清洁的作用 因为它一个自由把锯 我就控制这个 比如说是十五分八公分 但是现在吸不上去 我可能是距离就是十五分 这个距离 清洗距离 这个气泡就没法钻到这个 对对对对 因为它那个气泡 还没到达被清洗部位的时候 它已经破裂了 那要不然您先拿个铲子 铲上一片干净部位 然后再从那个部位 开始清了 也够像这个 它的干净部位 也不是平整的 那现在能想什么办法呢 我用换一下 清洗枪试一下 施工环境对于清洁盘 同样是状况不佳 目测上去 堤坝侧臂是平整的 但是石块表面 实际都是粗糙的颗粒 还有许多石块间的缝隙 这既让海粒子长得更牢固 又让清洁作业难以正常运作 秦祥鹏只能借助清洁枪来瞄准目标 让空化气泡发挥作用 经过清洁枪的喷射 海粒子终于打掉了一些 但是这么来回折腾 就耗费了不少时间 机器队的工作遇到问题 那么人工队面对南清的堤坝表力 能够顺利清除吗 谢谢师傅 现在咱们时间 您过去快五十分钟了 将军 你这边清洁来顺利了 还行 我一看 对比机器队的话 我要好很多 对对对 你这边明显已经看到 能够清洁出来一片区域了 对 就是很明显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 我很满意就是这样的工作 他如果就是说 如果这是船底的话 很干净 很干净 对对对对 只不过因为现在是岩石的话 就是岩石确实是比较很难 不一样是吧 对对对 那现在咱们前置员 坐上来还行吗 上来体力还够 我估计差不多了 差不多 差不多要上来休息一下 师傅怎么样 现在累不累啊 看话还有一点 要累了累了上来休息就行 对我说您 快干嘛了 体力行不行 啊 快干嘛了 快干完了 现在还有多少枚没有做的 还有多少面积没清啊 还有多少没清的 穿上完了 穿上完了 现在就剩一点了 谢师傅请来的这些潜水员 经常做水下清洁船体的工作 清洁附近不大的船只 他们有十几年的工作经验 清除海粒子很有一套 虽然由于石头表面粗糙 无法彻底清除 但是他们的动作非常迅速 现在正是落潮的时候 海水以每小时 0.5米的速度下落着 如果速度过慢 就会因为水位过低 无法够到石头上的海粒子 机器队这边 已经落下了一片海粒子 无法清除了 很快 人工队清理完成了 剩下的面积 还是反攻了 人工队再一次首先完成任务 这就宣告这场比赛 他们已经获胜了 那么机器队这边 还有多少没有清理呢 秦工 咱们现在人工都已经撤回来了 那两位师傅都已经完成工作了 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可能还没有彻底完成吧 还没有彻底完成 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因为你看一下的话 就是我打过的 确实还残入了很多 因为我 但是我打过的位置 你看一下 可能它不一样的 它那个打过的全是白的 我打过的话 还是恢复了原始的本色 但是你没有把它全打下来 而且我觉得这个潮水下降的速度很快 你这个还没有来得及打完这片 然后这个潮水就降下去了 那降下之后这片还能打到吗 只能在水面以上打 机器队清除的地方 只有预定面积的一半 水位线之上的地方 他们只能坐船 用清洁枪再去清除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 最终他们还是没有完成 这次比赛的任务 二位 咱们现在这个比赛结果已经都出来了 对 结果很明显 人工队您这边 已经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了 你们的清洁面积了 过程还比较顺利 但是机器队您这边 后面还剩这么多都没完成 这就代表您这次比赛输了 您认输吗 认输 就是机器队 现在就是说 看现在的工作情况 我不接触这种机器 没办法接触 对对对 所以机器一个速度慢 然后呢 那个有残留 残留上比较多 而且有很多大的都打掉 尤其是它的功率小 或者什么 比赛结果宣告了研发团队的失败 虽然施工条件 不能满足水下作业的要求 但是也暴露了清洁盘 吸附能力不足的缺点 研发团队回到了工作室 第二次的失败 给它们的打击更大 发明不但要实现设计原理 还要考虑实际应用中的各种条件 研发团队反复讨论 希望能够发挥集体智慧 克服问题 终于 它们找到了解决之道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改进后的发明 对 这是咱们最做的最新的一个空化石流 我看它的样子跟你们之前的第二代差不多 都是一辆一个圆形的轮廓 对 外形的话没有太大的 对 那我们改进在什么地方呢 你仔细看一下 咱们这个清洗盘的话 咱们上代的清洗盘 这个位置的话 开在空腔的话 主要是为了减少它的一个重量 是 对 然后在这个 我们看一下 它会有些很多就是规则的小洞 这些孔洞就是你们重点改进的地方 对 主要小看这几个小孔 这个小孔的话 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咱们这个清洗盘在工作的时候吧 它是个形成 它非常快速的旋转 非常快速的旋转 而且它这个射流的话 会沿着这个缝隙出来 导致这 如果说没有这个小洞的话 它里边是一个空腔的 就等于水都是在外面 对 水都在外面 如果没有小洞的话 是空的 空的会造成一个什么样 它是一个负压现象 就会 等于它里面的压力就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 然后外面压力比较大 这样的话就等于往外就会 往外 这时候吧 我们开几个小洞 这时候吧 压力会顶着这个水流 或者是顶着这个壁 往里走 这是导致它这个吸到上面 发明做出来了 但是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秦强鹏决定 再去找谢师傅 借用他的船 实地检测 洗船效果 经过了两次失败的验证 谢师傅不愿再参与发明团队的验证 但是秦强鹏直接把设备拉到了码头 坚持让谢师傅看看效果 最终谢师傅答应把船借给秦强鹏验证 但是还要通过一个人机对抗比赛 以此证明清洁盘的效率 好 咱们今天下午清洗的目标 就是咱们身后的这条26米的船 然后你们每一队呢 就清洗一半的船体 这次对比赛有信心吗 绝对有信心 有信心 不会像之前那样都出问题 不会 因为之前的话 咱们洗网箱也好 洗颜色币也好 可能说是虽然说有一定的缺陷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嘛 就是专门为船铁而设计的 就是为它因缘而生的 您觉得这次都改善好了 对 绝对不会出问题 绝对不会出问题 行 那谢师傅您这边 您这次打算找几个牵手员来清洗 我正穿这么大小的船呢 我一般一个牵手员就住过了 但是说我为了赢他 我必须安排三个人 我必须赢 所以我要安排三个人 是吧 表演您这次也是抱着必胜的心心是吧 对 必须 是 行 那咱们就比赛看看 看看结果到底怎么样 好 人工队这一次不光派出了三名潜水员 而且装备了更给力的工具 刮船器 刮船器是常用的洗船设备 上面有两个直径约30厘米的圆形毛刷 工作室 发动机带动毛刷快速转动 只要把它紧贴在船体上 就能够刮掉一般的藤壶和海藻 但是海栗子还需要用铲子来铲掉 这边路上 好路上 路上 垃圾 工作人员开动了清洁盘 搭出的空话射流 冲刷着右侧的船身 只要射流扫过的地方 绿色的海藻立刻掉落了下来 清洁效果非常显著 看到这样的情节 发明团队非常兴奋 但是好景不长 几分钟过后 又发生了跟上一次同样的问题 潜水员无法把清洁盘紧贴船身 射流的反冲力 把工作人员冲离开来 工作人员努力尝试着贴近 可是只要打出射流 清洁盘就无法吸附 难道改进还是失败了 由于船身是有弧度的 而船又不算大 过大清洁盘无法贴近 秦湘鹏赶快换上了 小一号的清洁盘 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换上了小号清洁盘 吸附就没有问题了 借助于孔眼产生的负压吸附力 清洁盘紧紧的贴在侧壁上 用射流不断冲刷海生物 时间过去了15分钟 员工队那边又怎么样了呢 谢谢师傅 我看咱们现在工作人员 他这状况还不错 你们这个刮人器刮着 也是一下就过去了 速度也不慢 对 平常就是这种速度在操作的 差不多平时也是这种速度 这种速度 对对对 他有时候一遍不干净的话 会回来再走一遍 回来再走一遍 但是我看现在过去之后 基本上这个大部分都被清掉了 还留一些印 这条船情况比较特殊 因为海里面长的这些东西 它是混合型的 又有马牙子 又有海栗子 还有海藻 还有那种融融草 特别的情况非常复杂 经常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用那种铁丝刷的 就可以破坏这个船体 用软毛刷的 有很多东西它就刷不下来 您是说咱们不光是要清洁掉脏东西 还需要保护好船体是吧 对对对 必须的 要不然的话 我用铁刷的 什么东西都能刷下来 用最大的力量都能刷下来 但是说对船是一种非常大的破坏 刮船器和铲子 这样的传统工具 都需要一定的操作技巧 而且在水下一边游动 一边工作的状态下 要想迅速高效的完成任务 是有相当难度的 但这却难不倒潜水员们 他们可是经验丰富的老手 他们分工合作 先用刮船器清理整个船体 再用铲子铲掉 顽固的喊栗子 但是跟刮船器相比 带有负压吸附的清洁盘 吸附能力更好 操作更加顺畅 效率也就更高 机器队的速度渐渐领先 机器队已经完成了大面积的清洗 剩下的一些不平整的异形部位 还要用清洁枪针对劲的加以冲刷 与此同时 人工队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 咱们这个工作情况进行到哪一步了 现在侧板干完了 侧板干完了 是吧 现在正常准备干地板 干地板 那过程还顺利吗 还行吧 就是地板上的麻牙太多 干大 地板上的麻牙子 这麻牙更大吧 还都是活的 不站得很结实 很结实 不想来不好磨 不好磨 就是刮船器能把它刮下来吗 刮不干净 刮不干净 还一路上了 还有什么不少 那刮不干净怎么办呢 不想办法 这就在 那时候的铲子铲子 在咱们炸 还要在铲子再去铲一遍是吗 可以铲一遍 搞不干净有不平 是吗 船底的海粒子长在正下方 要想仔细清除 潜水员必须仰面操纵 这就增加了动作的困难度 双手也更不好使力 再加上铲子 工作单位面积小 因此速度也就大大变慢了 正当人工队进度放缓的同时 机器队的工作人员却顺手多了 借助清洁设备 他们的游动范围减少了很多 工作更加便捷 很快工作人员就完成了船底大部分的工作 秦工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30分钟了 您这边现在情况状况怎么样了 现在快结束了 快结束了是吗 现在这个咱们前人员是在船底下在操作 看下这个画面 看下这个画面 他现在已经 这清洁已经多少 多少没有 百分之九十多以上 百分之九十多是吧 对 等于刚刚在底下就完成了两圈的清洁 对 那您现在心情怎么样 心情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肯定能赢 肯定能赢是吧 对 也没什么压力了 对 好了 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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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机器队已经结束了任务 但是人工队这边仍然没有结束 这回的比赛结果 机器队终于扬眉吐气 扭转了 连输两次的局面 好 咱们现在看一下 前手员下指拍到这个船底的效果 现在他拍的基本上都是蓝色的这个部分 这个应该就是船底吧 对 船的每次 把脏东西打掉之后 都露出了船底 都是了船底 是吧 而且这个漆也没打掉 还是这个蓝色的漆 这个清除效果应该算不错吧 对 这个很好 很好是吧 达到你们要求的这个效果 对 这个没问题 这个绝对达到标准 我看他这整个游这个过程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效果 现在都已经游到这个船尾了 那这样从这个整个的效果上来说 还是机器队这次更胜一筹 对 那等于这次您获胜 对 恭喜恭喜 谢谢 那您觉得能够在你们船上派上用场吗 我觉得这个机器如果给我们用的话 还是非常理想 研发团队发明的空化射流水下清洁设备 利用空泡溃面时产生的100兆帕的冲击力 清洗 附着在表面的海洋生物 它运用的介质是水 能跟环境很好的兼容 同时产生的压力不大 整个设备能耗比较低 因此不但具有很高的效率 同时也符合安全节能环保的要求 从它的操作来讲的话 因为我看还有一些人需要下入海底下 带着设备然后去经济清理 海洋环境的 有的时候存在一些不可测的情况 有点危险 如果说在后期发展的过程中 能够提到自动化的程度 在海底清洗的时候 不用人或少用人下去 这样能够更好的 促进进项技术的发展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栏目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 您可以登陆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好 再一次谢谢彭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锡 下期再见 燕麦作为牛羊的清煮饲料 营养非常丰富 当然人工收割燕麦 不仅效率低 质量也不高 不着急 收割神机前来帮忙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燕麦收割 牛羊吃饭也讲究 首选燕麦做饲料 燕麦作为牛羊的清煮饲料 营养非常丰富 然而燕麦清煮营养虽然高 但是收获却是大麻烦 不着急 收割神机前来帮忙 请看他如何将燕麦切碎变薄 进行收看我爱发明 燕麦收割侠